新研究,复旦研究5200位老人,坚持三种生活方式,百岁概率增加61%,众所周知,人与人是一样的,但又是不一样的,一样的是大家都是23对染色体,不一样的是最深层的基因有所差异,特别是在寿命这一块, 有的人天天胡吃海喝,烟酒不离手,健康养生的一点不听,照样活到八九十岁,有的人清淡饮食,每天运动早早上床休息,疾病却还是找上门来,这背后可能是短受基因在搞怪,而且这种基因的发生率高得吓人, 一,科学家发现短受基因,每25人中就有一个,健康长寿是人类的追求,但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平平安安到老,那为什么有的人能活到100岁,有的却只不于60岁呢? 这或许是基因在作祟,2023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关于寿命与基因的研究指出,人群中,携带短受基因的占比达到了1.25分之一,具体来看,携带癌症相关短受基因的人寿命会比未携带的短三年,且有10%的携带者会在69岁之前死亡,而非携带者仅有10%会在73岁之前死亡, 之所以有这种现象,是因为携带短受基因的人更容易出现严重疾病 如BRECA2这种致病性突变容易诱发乳腺癌,胰腺癌,卵巢癌等会导致预期寿命缩短7年 基因对人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遗传方面,从长辈遗传下来的不良基因,不仅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还可能容易感染其他疾病,从而影响寿命的长短 就像常见的高血压,父母都患高血压的话,那么子女患病的概率在45%左右 其中一方罹患高血压的话,风险则会下降到28%左右 而父母均没有高血压的话,子女患病的风险仅有3.5%左右 可见遗传对于疾病的发生影响力之大,但并不是说携带不良基因的人一定会短受 著名心血管专家洪昭光就表示,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我们长寿的最重要因素,占比达到了60%左右 超过了遗传、医疗、环境三个因素的总和 遗传影响寿命的占比只有15%左右 即便是携带了短受基因,也可以通过后天健康的生活方式去抵消部分影响 2.基因不是唯一,长寿之人身上大多有四个特点 相对于藏在身体最深处的基因,一个人是否健康长寿 通过身体健康指标的数值能更好更直观做出判断 要是身体指标维持在正常值,日常也没大病大痛,想不长寿都难 而在医生眼里,这四个指标与寿命息息相关 景为男性38厘米,女性35厘米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文慧指出 景为大于这个数值的人 血糖、血压、血脂会明显高于普通人 预期寿命会因此而受到一定影响 步速,老年人0.8米每秒 北京老年医院研究室主任宋岳涛表示 老年人随着身体机能下降,步速会不及年轻人 但也应该保持在每秒钟能走0.8米 如果走得快些,说明心肺功能好 肌肉和骨骼健康,预期寿命也会更长一些 卧力40岁男性43千克,女性27千克 卧力的计算公式为卧力,千克体重千克100 北京朝阳医院新内科主任医师于丽平指出 卧力是衡量成年人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 卧力不足说明上身血管功能下降 弹性较差 更容易罹患高血压、心脏疾病 血糖6.5、鸡肝125 老年科学曾发表过一项 含4.4万名年龄64到99岁老人的研究 通过对比百岁老人或非百岁老人的血液生物标志物 发现很少有百岁老人在生命早期血糖水平6.5 或鸡肝水平125 3.坚持三种生活方式 活到100岁概率增加61% 科学家对延长寿命的追求从未停止 近日复旦研究团队在JAMA Network Open上发表了一项研究 分析我国长寿调查的5200多位80岁以上老人数据 发现保持不吸烟、多运动、饮食多样化 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与活到100岁的概率增加61%相关 即便是在晚年时期才开始改变生活方式 也能让健康获得益处 一、不吸烟 吸烟会给心血管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 在戒烟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会明显下降 戒烟越久带来的获益越大 中国健康生活方式预防心血管代谢疾病指南中指出 30岁时戒烟可让预期寿命延长10年 40岁戒烟可延长9年 50岁戒烟可延长6年 2、多运动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曾对27万名老年人进行了平均12年的随访 分别对受试者的运动类型以及时间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 只要运动时间够 不管什么运动都能让死亡风险下降13% 日常最好要保持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的剧烈运动 3、饮食多样性 建议每天至少摄入12种食物 每周至少摄入25种食物 尽可能保持食物多样化 可适当多吃一些果蔬、奶类、豆类等 在长寿这条路上 基因会影响、健康生活习惯更会影响 日常生活中与其担心不可改变的基因 不如趁早养成好习惯 从当下做起 争取将人生走得更远些 人的正常寿命应该有多长 根据现有的测算方法得出的结论 基本都应该在100岁以上 但在现实中超过100岁人时不多见 这主要因为生活方式、遗传、环境等因素 促进了疾病发生、衰老的加速 使人的实际寿命远远低于自然寿命 想要健健康康 活得寿命更长 就需要将不良生活习惯改一改 想要做到其实也不难 以下这六个习惯能做到的越多 越能健康长寿 不妨看一看、学习一下 一、餐餐有蔬菜 身色占一半 为什么要多吃身色蔬菜? 一般而言 深色蔬菜营养价值优于浅色蔬菜 叶类蔬菜优于根莖类 受光和作用影响深色蔬菜中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B2和维生素C含量均较高 而且含有更多的植物化学物质 如叶绿素、叶黄素、番茄红素、花青素等 二、身体要多动 每天30分钟 注意 每天30分钟是底线 如果能做到 可以每天坚持60分钟以上 建议运动强度为中等强度 运动类型可以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决定 运动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心肺功能 抵御威胁人类健康和寿命的第一大杀手 心脑血管病 同时还可以附加其他各种健康效益 运动式良衣的说法不是无中生有 而是有科学依据的 三、每天早睡是自然的要求 日出而坐、日落而息 违背这种自古以来的作息模式 势必会受到惩罚 身体和大自然是有关联的 太阳落山、阳气内收 太阳升起、阳气外放 阳气内收时休息 阳气外放时活动 逆着来 必然对身体形成损耗 积累下来 后果可想而知 四、晒太阳 天然的营养补充 晒太阳 天然的营养补充 维生素D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阳光维生素 这是因为阳光中的紫外线 可以促进维生素D的形成 帮助人体摄取和吸收钙 磷、延缓骨量流失 保持骨骼健康 一般晒太阳应控制在10到20分钟 老人可以时间长点R 儿童时间可以短点R 为了避免晒黑 应该在阳光较温和时晒太阳 晒太阳后 要多喝水 吃点儿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 可减少黑色素的形成 五、一周一条鱼 血管没问题 吃鱼最大益处就是可以降低血脂 保护血管健康 鱼肉中含有丰富的亚油酸、亚麻酸 这是两种人体必须脂肪酸 这两种脂肪酸在抗炎症、抗血栓、降低血脂 改善血管弹性等方面效果良好 因此说 鱼肉是天然的酱汁佳品 一周一条 对维护血管大有好处 六、多聊天 多笑容、头脑好 聊天其实是一个动脑的过程 看似闲聊 其实对体力和脑力都是重锻炼 尤其是老年人 在与人交流过程中 不仅锻炼了反应能力 也锻炼了语言能力 每一次聊天 其实都是对脑力的训练 而且聊天还能消愁姐们 减压提神 这也对健康十分重要 多笑容 其实说的是要保持精神上的愉悦 心胸要开过畅达 与聊天有一曲同工之妙 健康、长寿 其实无非是一种习惯 习惯成自然 并长期坚持下去 自然一辈子身安体健 健健康康 对心胸要开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